1990年夏天,正值暑假,雷军被王全国拉着入伙创办一家公司,取名三色。 雷军和王全国负责技术和服务,另外两个合伙人负责市场销售。 当时,公司什么赚钱就做什么,没什么套路。 每天都忙得热火朝天,白天跑市场销售,晚上回来做开发。 这种过家家式的创业,从一开始注定了其结果。 四个人都没什么钱,开公司谁投钱,开张后做什么,靠什么赚钱等实际问题。 他们都没有讨论过,甚至都没有人仔细思考过,既没有做前期的市场调研,也没有建立一个优势互补的团队,更没有后续资金的保障。 凭的是出生牛独不怕虎的一腔热血,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想当然的美好。 高涨的热情被残酷的现实一天天消磨,几个月后,雷军的创业处子秀就草草收场了。 创业不是田园木戈,也不是风花雪月,有人为了养家糊口被迫创业,有人为了面子和蓄荣心盲目创业,这样的创业路程注定很坎坷。 创业没有时间表,只是你真的准备好了吗?